战斗打响的第一周,父亲就牺牲了,他踏成的62式坦克遭遇伏击,被一根背包绳,固定在坦克上的四名步兵同时死亡。 卫生员找到父亲的时候,他的整张脸都被炮火扯飞了,只剩下眼鼻口的几个黑洞,卫生员用他残存的一点皮肤盖住脸的位置那年他25岁。 很多年以后,我才知道这些事情。 再后来,我成了军事记者,我去过父亲的战场,走过朱王八宗横交错的战壕,谈他的二宝和阴身的枪孔,新罗旗部的士兵掩体,还有铺满裸叶的烈士陵园。 我常常在想,明明这是时间上剧中国人最近的一次大规模作战,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,却对这场战争如此陌生? 大概是过于惨烈了吧,魂不似电视剧里的那些灰红状礼。 在这场战争中,士兵们总是叼着烟蓬头靠面,甚至于不避体,那些因为激动而扭曲的面孔瞪大的眼珠,那些满口粗话的指挥人,那些几乎能闻到湿臭的混乱渣毫,会让如今满口情怀,停止生活的人们,感到不安。 可,这就是打仗的士兵,真实的战争了。 那是1979年2月17日,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中国军队,从广西、云南两个方向,对越南拔起自威打击作战,长达近十年的南疆战士自此打响。 在东线战场,解放军四个军十余万人在许氏又指挥下分十四路进入越南境内,三小时后,被集团突破墨龙,向通龙线前进,四十一军阳二二师从广西平。 孟方向攻击朔强,四十一军一二三师在列巴传进攻长陵。 同运,西线三个军约十万余人在张志秀指挥下,从云南边进进攻敌军。 这是世界上两个最擅长游击战的国家之间的对决。 作战的艰辛程度,超出了指战员的预期。 刚刚经历了网格动乱的解放军,军队严重缺乏作战训练,指挥观念老化,后勤保障混乱钢轨,都无法全员配齐。 五十六师霸子东部枪卡壳略齐高,炮弹时常发生炸逃,因为缺少后勤医疗保障,商业死亡率居高不下。 因为废除了军衔制,一旦本作战单元首长牺牲,很容易陷入全龙巫手的状况。 解放军类已成名的大纵身传插战术,也在越北的丛林山区,遭遇了极大的阻碍。 更大的威胁是整个充马敌意的异国,身上藏着枪的妇儒,被下毒的水源,埋着地雷和逐渐的陷阱在十六天的作战中,解放军集团入侵越军,并攻克亮山、高平、老街等二十多个年竞要赛。 中国军人为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,根据袁昆明军去后勤部编写的,对于自卫版地作战工作总结,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,广西,云南参战的解放军,之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,上1万4800多人。 战争并没有结束,漫长的两山老山、正英山、轮战随后而至。 1984年4月28日凌晨,解放军在大小二十多个阵地,同时攻向老山主峰,战士们高喊着血战老山顶。 领土以日环,为国当英雄,去来战起红的口号,冲向敌军。 此日凌晨,老山主峰被解放军收复。 之后五年内,越军先后从南方,甚至从前土在占领军,老国驻军中,抽出大量王牌军队进攻老山地区。 但是,老山上的中国军人,再没有后退半步。 为了收复和守卫老山,中国军人付出了三千多人的伤亡。 老山脚下的玛丽破烈士陵园,躺着九百多名烈士,年龄最小的一位是山东冲州的一位叫做立涛的战士。 他牺牲于1984年4月29日,牺牲十年仅十六岁零六个月。 1984年,二十岁的马云第三次参加高考,被杭州师办大学破格录取。 同一年,二十岁的张朝阳,正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就读。 这个国家的年轻人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追逐梦想,而在祖国的南疆,一群同样年轻的士兵,正有血肉之躯抵挡侵略者的炮火。 在当年的采访中,曾有老兵写下了老山烈士火花场的记录,令人不认足毒。 在清理二团二级连烈士陈林相遗体时,发现其口袋中有一纸条,像写着, 党支部,我上大内有一元钱,替我交最后一次党费,3月8日,送来十二位烈士。 其中,一团七连班长绿贵就牺牲师,身负十一处重伤,126块蛋片。 定有一名烈士被定向地雷击中,身上有208颗钢珠。 一位回民烈士牺牲后,被河水浸泡数日,全身浮重变黑,手指触底变进肉中,进五关。 已经升区,一次深夜,一辆运送烈士的军车来到门前,护送的干部没有台下放烈士的担架,只提下一个麻袋。 护送的干部说,这是18名烈士,猫耳朵不幸被炸打开麻袋,看到的是鲜血浸泡的泥巴,和几块泥巴活着的肉。 听虎话,18人只有五块骨头。 还有一些战友人以骨头没能留下,他们的牺牲记录是这样的。 西连元振华看到本连战士李某某,于1985年1月17日早晨,在116前吴明三号阵,地被战飞先到悬崖下。 二级连班长谢抗生看到本连战士月某某和吴某某,于1985年1月15日下午在145镇地南一洞口,拉奖爆破统与敌令人同归于尽, 后找到他们的手枪,冲锋枪,衣服和部分碎肉埋掉。 西连班长熊梁君,1984年12月24日上午,在116阵地,看到本连战士于某牺牲,即将其一体被回放至一石崖上,后遭敌炮火袭击,一体被炸飞。 六年班长刘申华,战士是龙旗,看到本连战士张某某,于1985年1月15日,在142镇地和王伟霞,张国胜一起与敌同归于尽。 这些士兵的付出,远远不至于战场。 你也许还不知道,一位老山前仙的士兵,退伍队才130元,这些钱在当时只购买一台凤凰台自行车。 对于作战的这一代中国军人,在离开战场后,又下逢改革开放和百万大裁军,整个国家都渐渐地告别了革命化的纯真年代。 物质的不断崩,附带来社会阶层的划分,而在战后由于各种原因,导致生活无所依托的一部分参战军人,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。 历史不容忘却。 只有了解了这些,熟今的年轻人才会明白,为什么芳华上映时,那么多老兵会在电影院热泪盈眶。 有人记得那场战争,那些士兵才不会真正死去。 有人记得那些牺牲,才能接力后人无回复沙场。 在龙州烈士陵园,撇着这样一首小诗,他们走后,再也没有回来。 从此,看花看草看太阳,我总要多看一会儿,替自己,更替他们。 新标或置顶剑客,不见不翻精彩推荐士官,就一全军一卡通。 这个二维码你可以朝R投稿联系, GINKSAN001-163.COM 金刚才会在相当消失的地方来。 DON 一个人提升我的图影。 这些人叫做战争干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